徐向前元帅打仗,为何身边必带一个号兵? 徐向前元帅在战争年代常常亲临第一线,但是他随身总会带着一个号兵,这是他的一个习惯,而有了这个号兵在他身边,不管什么困难的仗,他都能够打赢,关键时刻还可以反败为胜。 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,因为徐向前的这个号官吹起军号来,号音很有特点,敌人听不懂,而红四方面军官兵只要一听到他吹得好,就知道徐向前总指挥本人来了,于是全军士气大震,接下来,不论多么艰苦的战斗都能取胜,不论多么顽固的敌人,也都能把他们消灭。 以此,红军和刘湘的川军作战,敌人轮番向红军进攻,非常梦烈,战斗十分紧张,红十一师政委李先念向徐向前报告战况,说,情况很危急。 徐向前说,一定要坚持住,我马上就来,每当下边报告情况紧急时,徐向前总是说,要坚持最后五分钟,坚持就是胜利,然后自己再赶过来。 现在,他要李先念坚持住,李先念知道他要挨了,放下电话就对参谋说,徐总马上就要过来,你派一个班跟随徐总,不要让他到前面最危险的地方去,一定要保护好徐总。 过了一会,徐向前就急急地赶过来了,赵立身边只带了一个好官,没有其他的援兵,他环视了一下战场,剑战斗很激烈,马上下令,吹响军号。 结果,军号一想,战士们知道都徐向前本人来了,立即奋勇而出,一股作气便把敌军打下去了。 作战时,李先念虽然是军政委,也是靠前指挥,他说,这都是向徐总学来的,徐总就受我们的军事教员。